大陸山西傳出一家幼稚園 在管教小朋友的時候 多名老師不只出言恐嚇 還對孩子們又踢又打 閉嘴 閉嘴 不想今天我們就閉上嘴巴 吵得很不行 山西這所幼稚園 兩位惡劣的女老師 左右聯合開罵 你們三個給我寄好了 誰要是不聽話 聽不聽 老師就把你們交給老師 聽不聽 讓老師收拾你們 聽不聽 不當的管教行為被網友踢爆 家長告上警局 根據調查 這些人不僅沒有教師資格 幼稚園還無照營業 兩名老師和負責人被拘役15天 幼稚園也被查封 停止營業 這盤桃宇 中華報導